哈囉,我是烏龜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下部落戰的精彩進攻 我們現在先來看看第一場 這是由MINI他所帶來的十本三星進攻 MINI探用的部隊配置是天女再加上皮卡藍胖 他先在這個陣型的靠近11點外側 下出了天女 有先用黑球幫忙先探一下空中陷阱 然後在12點外側的地方下出了寶寶龍來幫天女斷邊 把12點跟1點外側的建築打掉 避免天女等一下往1點鐘的方向繞過去 在天女的這邊MINI他非常細心的用一些炸彈人來幫天女開牆 這邊很有耐心的一顆一顆炸彈人下出來 把城牆打開來了之後天女走進去 然後在外圍的一些防空盲區的地方 MINI他是下了蒼蠅來幫忙先收掉外圍的一些建築物 天女走進去之後很快就會受到對方多個單體防禦建築的攻擊 所以在這邊女王的血量已經非常低了 必須要先開技能然後趕快把狂暴法術丟下去 因為女王還是同時受到太多的單體防禦建築攻擊 所以如果沒有丟狂暴的話天女是非常危險的 女王現在安全了 然後看起來應該是要往9點鐘的方向前進 於是MINI他就在靠近10點外側的地方 下出了寶寶龍把外側的建築物清掉 然後從10點跟11點的中間下出了工程車 工程車開了城牆之後後面直接跟上了皮卡、蠻王還有藍胖 這裡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因為外側的建築物已經清得超級無敵乾淨了 所以我們的主力部隊完全不會走歪 走進去跟天女會合了之後就會開始逆時針的繞圈 現在將對方的城堡援軍引出來 然後同時被對方的多體火塔黏住 然後還踩到了大炸彈 所以在靠近9點的這個轉角的地方 下了一罐補血法術之後 就直接將對方的城堡援軍下一罐毒還有冰凍 讓我們的部隊趕快解決掉援軍 然後下一罐狂暴法術 讓我們的部隊快速的推進到靠近6點的這一側 在6點的轉角處 再下一罐補血法術來保護我們的部隊 MINI在他的配置裡面還帶了三隻小豬 現在這三隻小豬從7點外側的地方下進來 準備要協助我們的主力部隊 輕調比較靠近外側的防禦箭竹 尤其是6點的這個法師塔 真的是非常及時的打掉 讓我們的藍胖可以活下來 那手上還有兩顆黑球是下在3點外側 把3點外圍的這座箭塔給打掉 現在對方的第二座火塔這邊 我們的三隻小豬已經趕過來了 小豬配合藍胖還有女王 解決掉了對方的第二座火塔 然後我們走在部隊前方的皮卡 還在幫忙扛住火力 三隻皮卡通通都活了下來 三隻皮卡其中有一隻 是從剛剛的工程車上面下車的 現在對方的防禦建築物剩下不多了 我們的女王跟在皮卡後面 非常安全的站在後排來輸出 現在對方還剩下最後一座箭塔 沒有問題了 最後一棟建築物 將會是對方陣行最中間的這個大本尼 我們的皮卡砍牆進去了之後 我們的女王就可以直接 讓對方的大本尼解決掉 非常漂亮的一場進攻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的進攻 第二場進攻是由阿明他所帶來的複製狗球 他現在靠近七點外側 還有九點外側的地方 下了胖子、五神還有法師的組合 來把外側的建築物清乾淨 那因為胖子可以扛住火力 五神又是高輸出的單位 所以這兩側外側的建築物可以清得非常徹底 尤其是他的五神還有多帶了一兩隻 所以就算有遺漏下來的建築物 他還可以用五神來幫忙清理掉 斷邊的工作完成了之後 在七八點外側的地方下出了工程車 並且在後面直接跟上了三隻英雄 還有最後的兩隻女武神 現在完全不會走歪 工程車會往陣型中間的地方開進去 首先就是要面對到對方的雙王 在這裡丟下了一罐毒藥 並且開了老頭的無敵技能 不但是讓我們的三隻英雄 還有女武神快速的解決掉對方的雙王 而且還可以保護我們的工程車 可以開到陣型中間的地方 現在準備要破這道牆 開到陣型核心的地方下車的是女武神 在這邊下了狂暴法術 讓我們的下車女武神馬上狂暴的秒掉對方核心的大本營電塔 尤其是對方的大雕 瞬間秒掉了對方的核心之後 對方只剩下這隻飛龍 會對我們的狗球部隊有威脅 那我們跟上來的女王應該也可以順利的把他殺掉 所以我們的狗球部隊就可以安心的開始進場了 從這個畫面我們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得出來 前夕部隊已經把這個陣型挖掉了一大塊 所以接下來從四五點的方向進場的狗球部隊 路線就非常的清楚 是要逆時針的繞圈 阿民他也陸續的有在比較靠近外側的地方 點放黑球部隊來 把靠近外側的防禦劍組打掉 避免我們的黑球部隊再散開來 然後再靠近兩點鐘內側的地方下了複製法術 所以現在我們的黑球數量真的是非常的多 在對方的法師塔跟火塔的這邊 又下了一罐冰凍法術保護我們的黑球群 然後最後的黑球部隊可以從九點鐘的外側下進來 幫忙把最後的劍塔給收掉 哇這個畫面可以看得出來 剩下來的黑球部隊數量真的是超級無敵多的 有夠噁心的而且所有的火狗都已經爆開來了 小火狗還可以來幫忙收尾 真的是非常漂亮的一場11本的複製狗球進攻 相當精彩 以上就是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部落戰精彩進攻 希望對大家會有幫助 我們的部落現在一個禮拜打兩次部落戰 如果你也是對COC與部落戰有熱情的玩家 歡迎九本以上的活躍玩家們 可以加入我們一起並肩作戰一起同樂 現在加入我們的部落必須要輸入通關密語喔 通關密語可以到我們的部落網頁上查詢 我們下次見 拜拜